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他今年春天刚买了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 去外地收割小麦挣钱 也在附近给人家干活 今年秋天 侄子新买了一台收玉米的机器 他开着机器到处里给人干活挣钱 平时的时候忙完农活 侄子有时候在附近收生猪 送往肉连厂赚取差价 有时候到逢年过节了 他看到集市上鲤鱼特别好卖 就去市里的水产批发市场 批发来大鲤鱼 在鸡头上卖 侄子虽然挣钱不少 但是天天累得气喘吁吁的 每次见他 都很少见他穿板正衣服 侄子穿的一双黄球鞋 沾满泥巴 一看就是出大力的 农村人挣钱 都是凭力气换来的 大侄子很热情 每当我周末回老家的时候 只要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会从饭店里要些菜 或者把他家里喂的小公鸡 逮两只来 让大嫂炒公鸡吃 当然 我们也不白吃他的东西 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除了给哥哥带礼物 我都还特别给侄子带一份 侄子爱喝啤酒 我就把家里的啤酒 带上两箱 再给他家孩子买点水果 妻子有时给他家的孩子 买本课外书 买件衣服 侄子带人很热情 见了我们一口一个书 一口一个婶子的叫着 我们都很喜欢他 这个侄子也很孝顺 平时大哥家吃的用的都是他买的 他爱交朋友 每隔些日子就去买些烤羊肉串的原料 在他家的院子里做烧烤吃 前些年 侄子包下来一块地 建起了一个大院子 院子里被他修理得就像花果山一样 他栽了很多果树 为了几十只鸡 还养了十几只羊 侄子来县城办事的时候 会给我们家送土鸡蛋吃 我们非常感激 后来我建议侄子大力发展养鸡业 毕竟现在城里的人都想吃这种乡下的土鸡 不喂饲料 只喂粮食与青菜 这样的鸡肉先没有嚼头 侄子听了我的建议 在院子里养了好几百只鸡 每年源源不断地往外卖鸡 他说 卖鸡的钱足够一年零花的 侄子为了感谢我给他出这个主意 每当县城里一些饭店里要买他的鸡 他给送货的时候总会带上两只鸡给我 我要给他钱的时候 他总不要 天长日久 我也习惯了 觉得反正是侄子自己喂的鸡 也不是花钱买的 可是妻子不这样想 他说 侄子经常给咱送鸡 你不给钱可不合适 人家养鸡是打算挣钱的 虽然是自己养的鸡 可是玉米 豆子都是花钱买的 再说人家还得搭尽功夫呢 可是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觉得 书职之间不用分那么轻 再说 平时我们也经常给他们送点礼物 前些日子 我女儿给我买了一套西服 我穿着有些小 我还送给了侄子呢 这套衣服 女儿是花两千多块钱买的 可是妻子说 你把衣服送给人家 也许她根本不稀罕 侄子在农村里天天下地干活 她有多少机会穿西服 我当时还开玩笑说 妻子头发长见识短了 说侄子不是小心眼的人 是她想多了 上个周末 我们这里 栖栖栗栗的一连下了两天雨 星期天的中午 我们看了会电视 妻子说有些疲倦 去休息了 我一个人在看电视剧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我一看是侄子打来的 侄子说 叔 你今天没事吧 今天下雨 我也没出去干活 我把家里的那只羊杀了 炖了一大锅羊肉 你和婶子回来吃全羊吧 还有几个亲戚 也来我家吃大锅羊肉 不用担心不够吃的 大家根本吃不完 我一听来了兴趣 侄子太了解我了 我特别爱吃羊肉 尤其爱喝羊肉汤 平时几乎每周我和妻子都要去羊肉馆喝一次羊肉汤 妻子有些咸贵 去羊肉馆 一斤羊肉汤就得一百多块钱 不如在市场上花七八十块钱买一斤羊肉 回家顿顿吃 合算 可是我觉得饭店里的全羊汤最好喝 就别去计较多花个三十二十的 这不算什么 再说我们家也没有经济负担 我马上答应了侄子 一会儿就开车回去 让他等着我们 我叫醒了妻子 妻子有些慵懒地说 下雨天的 我在家睡觉 你看电视 咱别去麻烦人家了 我说 侄子已经说好了 他不只是喊了我们 还叫了别的亲戚呢 你赶紧起来 咱们快点回去 在我的催促下 妻子懒洋洋地起床了 他又化了个淡妆 他就爱臭美 路过超市 妻子进去买了两箱饮料 两箱水果 花了二三百块钱 我开玩笑说 咱吃这顿全羊代价也不小啊 妻子白了我一眼 你就是抠门 粗处不算 细处算 平时咱吃了侄子家多少东西 你还没数吗 说归说 笑归笑 我非常佩服妻子 有的女人去婆家那边就怕花钱 但是 妻子从来不小气 甚至比我还大方 县城离我们老家不远 开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到了家 雨也停了 侄子的大院在一条公路边上 交通非常方便 我们到了的时候 我看到路边上已经停了好几辆车 我还没进院子 就看见几只大山羊在门口里逛来逛去的 一会儿啃几口路边泛黄的草叶 一会儿又跑到附近的庄稼地里 侄子出来了 我问他 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怎么突然想起来炖羊肉吃 侄子笑着说 叔 我家养了十好几只羊 这些日子羊长大了 一点也不听话了 在家里拦不住了 他们瞒着栅栏就跳出去了 去附近的庄稼地里吃人家的庄稼 还闯到菜园上啃菜 有的邻居就找上门来 我就得赔礼道歉 把我气得了不低 干脆咱杀只羊 吃 那几只羊我也打算卖掉 羊贩子来看过了 这几只羊 他都要了 我一看侄子的院子里 支起了一口大铁锅 锅底下是熊熊的灶火 一进大门口 我就闻到了喷香的羊肉味 我大姑家的表姐也过去了 还有两个亲戚也来了 非常热闹 一会儿直席妇儿把锅盖掀开了 一大锅羊肉已经煮出了白汤 让人垂涎欲滴 灶台边上有一个盆子 里面放着水淋淋的盐碎菜 我们农村都把香菜叫做盐碎 我看到侄子的院子边上 有一个小菜园 盐碎菜是刚刚拔出来的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庆人心脾 直媳妇说 书 婶子 你们来得正好 雨也停了 今天中午咱们就在院子里吃饭吧 晾晾堂堂的 又不冷不热的 大家一起动手 把院子里摆上了一张大圆桌 不一会儿羊肉就熟了 直媳妇给美人咬上了一大碗羊肉 上面撒上了盐碎末 白白的羊肉汤 飘着绿色的菜叶 一看就让人非常有胃口 侄子说这只羊比较大 他只是炖了羊头和羊排 内脏 其余的都还留着呢 大家边喝酒边喝羊肉汤 不一会儿大家来了兴致 非得让我妻子唱上一曲 祝祝久幸 妻子当仁不让 大大方方的一盏歌喉 唱起了几首名歌 另外几个人也开始唱歌 直媳妇不知从哪里 借来了一个话筒 竟然还有一个音箱 当然这个音箱 是那种低档的 大家开始了卡拉OK模式 大家又唱又跳又闹 不亦乐乎 侄子说比过年都热闹呢 一大锅羊肉汤 大家只吃了一多半 还剩下了不少 这时直媳妇拿来了 好几个崭新的食品袋 她说谁要是想打包的话 就可以带回家吃 反正他们也吃不了 我们没有好意思要 在这里吃了就行了 怎么还能拿走呢 侄子反复劝我们 带点羊肉汤回家 妻子小声说连吃袋拿 咱可不好意思 这时侄子又找出了 好几个红色的大塑料袋子 把四条羊腿装了四个袋 让我们每家带走一条羊腿 回家煮着吃 我一看 侄子也太大方了吧 一条羊腿可不便宜 一次我去早市买了一条羊腿 竟然花了近三百块钱 妻子为难地瞅了瞅我 不知道是不是该要这条羊腿 我一看侄子是实心实意地 把羊腿送给我们 干脆就要啄吧 恭敬不如从命了 再说侄子不是外人 以后我们再送他礼物就行了 我看到他们也把羊腿 装进了后备箱里 大家寒暄着 约定找个日子再来玩 我们准备上车要回城的时候 这时妻子突然把大家拦住了 妻子说 今天咱们来吃全羊 侄子还送给每家一条大羊腿 咱们每个人给侄子加两百块钱吧 妻子的话让大家愣住了 都大吃一惊 不明白 妻子为什么突然这样说 侄子请我们吃全羊是免费的 侄子都没有说要钱 妻子多次一举干嘛 真是没事找事 我有些生气了 不过我又一想 妻子也许是开玩笑 但是看到她一本正经的样子 不像是玩笑话呀 这时侄子说 没事没事 我请大家来吃全羊 怎么能要钱呢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大姑家的表姐是个心思灵活的人 她一看这场面 马上满脸堆笑地说 侄子 侄媳妇 你看我这记性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还想着 你们家喂只羊也不容易 你们请大家来吃饭 大家聚聚就不错了 还得送羊腿 我们就该给钱呀 可是大家一唱歌 就忘了给钱 我们去市场买羊肉的话 会更贵的 妻子马上说 咱就该给钱 今年不管干什么挣钱都很难 我听说侄子 今年秋天买的收玉米的鸡子 由于客户少 还赔钱了呢 这只山羊侄子要是卖了的话 得卖尽两千块钱 咱可不能白吃白拿 谁家容易呀 咱就多少给点钱 表示一下心意吧 妻子这一说 我心里豁然开朗了 我们来到这里大吃一顿 临走还带着一条大羊腿 给两百块钱真的不多啊 这要是在外面 的话 得花四五百块钱 我刚开始曾经打算 以后送给侄子礼物 表示感谢 但是礼物并不一定是侄子所需要的 在农村里过日子 挣点钱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这两年 大家都得理解 再说我们家的日子比侄子家宽裕多了 这样一想 我觉得有些愧疚了 我马上掏出手机给侄子转了四百块钱 别的亲戚也马上给侄子转钱了 我一看侄子在院子里还养了好几头土猪 都两百来斤了 我提议 让侄子到过年的时候 把这几只猪杀了 我们几家再来拿土猪肉吃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总比外面卖的猪肉好吃 大家一听我这样说 那几个亲戚也纷纷表示提前预定土猪肉 让侄子千万别把那几头猪卖了 侄子憨厚地笑着说 其实呀 你们能来我们家里吃饭 就是给我长脸了 我已经很高兴了 可别说钱不钱的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钱就见外了 往回走的路上 我和妻子无限感慨 妻子说 咱给人家钱是应该的 你想想亲归亲 才归财 侄子凭什么 把近两千块钱的羊送给大家吃呀 咱们给他什么了呀 咱们即使平时送点礼物 也花不了多少钱 再说侄子过着农村日子 人家就靠这个赚钱 咱不能白吃啊 多亏了妻子 她明事里 雇大局 识大体 为侄子考虑得周到 我打算以后侄子有困难时 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做人就得学会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多为别人想一想 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大家会更加和睦 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妻子这样做合适吗 我愿意不得适应 我愿意不得适应 我愿意不得适应